田家元日 唐 孟浩然 昨夜陡回北 今朝 遂起冬 我年已强势 无路 尚幽浓 桑也就耕赴 何除 随牧童 田家战气后 共说 此年风 田家元日 是唐朝诗人孟浩然 所作的五言律诗 前两年交代时间 元日 个人状态和心态 无关 关心农丧 后两年对写自己下道田间地头和农夫 木同劳坐在一起 有经验的老农寓 当年应该是个丰收年 有人说诗人借诗抒情 隐隐透露了不敢隐居公庚的心情 也许 也许吧 但就这首诗歌文字看 没有一个字暗示心态的 像孟浩然这样 江湖上属的上的诗人诗歌应该无数 有时候就是白描 也成诗一首 虽然他生平经历中 确实追求仕途 但这时候似诗了 应该是个心态转变期才对 倒是新年新气象 期望当时长安求是 也有好运气的想法 或许还是有的 同时也通过诗歌看得出 他可以和农人木同打成一片 平静淡然的心态 元日 农历正月初一 斗 指北斗星 回北 指北斗星的斗柄 从指向北方转指向东方 古人认为 北斗星斗柄指东 天下接春 指南 天下接下 指西 天下接秋 指北 天下接东 起 开始 东 北斗星斗柄朝东 强势 强势之年 即四十岁 无路 没有官职 鹿 官吏的心凤 上 海 桑野 种满桑树的田野 旧 靠近 废 墓 榮 农人 和 庞 丹 站 推测 战气候 根据自然气候 推测一年收成的好坏 诗歌大义士 昨天夜里 北斗星的斗饼转向东方 今天早晨 一年又开始了 我已经四十岁了 虽然没有官职 但仍担心农事 靠近在种满桑树的田野里耕作的农夫 扛着锄头和木桐一起劳作 农家人推测今年的收成 都说这一年是丰收年 下期我们一起欣赏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五言 夜语